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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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呢 这个锅的两边象征着我们山东和安徽 什么都吃的山东人 安徽人 所以这看似只是一个火锅 其实呢 是代表了我们宿舍的团结 有好有爱 我不知道 还是他点的 这是最佳什么 那个椒叶子是你点的吗 什么椒叶子 就那个炸的 那是那个腐竹啊 腐竹 那个叫腐竹 这种学校汤不然它会辣死你的味道 可以 干哪了吗 什么 你丢下去了吗 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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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广州小朋友 你好 怎么了 他比较傻 就不采访他了 好 其实是 其实 别过来 其实是 他今天有点肠胃不舒服 所以没怎么吃 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两位重庆人 对着北京的重庆火锅有什么评价 第一次来吃这个火锅 确实有一些家乡的感觉 确切的感受到你吃真的很想象 来看重庆人的嘴是怎么吃的 鸭血特别嫩 然后其他的菜品也还可以 感觉比以前在学校周边吃到的会好吃 但是没有重庆美丽的好吃 其实总的来说 这家店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腊料很充足 食材很新鲜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让我们两位重庆的室友 找到了家的感觉 林泽坤此年说过 对家最直观的思念 就是家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是重庆人 想家了 不妨来老关嘴品尝一下吧 刚讲Vlog 现在是晚上11点05 如果现在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火锅 是多么享受的事 来等等 算了 梦里啥也有 晚安